嗨,你好,我是徐老师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今天呢,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中国人一般都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面。 在我开始分享之前,你们都知道有哪些不同类型的房子呢? 或者,你住在什么样类型的房子里面呢? 请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。 那让我们一起开始吧。 首先,我们先来看一看都有什么类型的房子可以选择。 首先第一种,也是在中国,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的一种房屋类型,就是公寓。 公寓。 那,这种公寓呢,它一般分为不同的楼层。 有一些它的楼层比较高,可能它有十层以上。 比如说,它可能有二十层到三十层。 除此之外,还有更高的楼层。 这样的公寓呢,叫做高层公寓。 里面可以住很多人。 这样的公寓呢,也是配备电梯的。 电梯。 有的时候,电梯的数量跟着公寓的类型不同,也会有所变化。 有一些公寓里,每一层可能有四户人家,它会配有两部电梯。 还有一些更高级的公寓里,每一户人家只配备一部电梯。 这样是比较高级的公寓的电梯情况。 那说过公寓之后呢,还有一种楼房,它也和公寓很像。 但是,它的层数,层数会低很多。 比如说,这张图片上的公寓,它的层数就低了很多。 我们管这种公寓叫做花园洋房,或者是洋房。 它的层数更低,也更加高级。 因为层数更低,住在这栋公寓里的人数就会更少。 那,除了公寓以外呢,另外一种就是别墅了。 别墅,在中国,住别墅的人口相对来说会少一点。 大部分的人还是会选择住在公寓里边。 但是,别墅也有不同的种类。 举个例子来说,像图片上这样的别墅,叫做联洞别墅。 也叫做联洞别墅。 那,像这张图片上的别墅呢,就会更加高级一点。 它叫做独栋别墅。 一般来说,别墅的面积会更大。 它的生活和居住条件也会更加高级,更加优美一点。 在中国呢,一般大家都会选择不同的小区。 一个小区可能里面会包括很多栋不同的公寓。 也有的小区里面既有公寓,也有别墅。 一般来说,小区里面有别墅和公寓,或者是只有别墅,或者只有公寓。 除此以外呢,小区还会有配套不同的生活设施。 比如说,有的小区里会带有小花园,小花园,或者是儿童的游乐场,游乐场。 如果你想要进入小区的话,你需要通过一道门禁系统,门禁系统。 在中国,你可以使用门禁卡来进入门禁。 有的小区呢,也可以通过刷脸来进入小区。 这样就提高了小区的安全性。 根据价格的高低,小区的规模也有大有小。 大家一般都会选择适合自己的小区来居住,来购买房子。 一般来说,在小区的地下就是小区的车库了。 你可以把你的车停在小区的车库里面。 那,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住在小区里。 而且,也有更多的人选择住在公寓里面。 在你们的国家,你们更喜欢住在公寓里,还是住在别墅里呢? 请你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。 那我们下次再见。 若干 若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